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齊遠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每天的節目 我都會提供一些 非常棒的資訊給大家 看到我的效應就知道 我們今天的股票大漲 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加入我的好友 88168 VIP 我節目的下半場 會講兩個題材 這兩個題材我覺得 它將會是接下來的一個 盤式上的關盤重點 相關的個股 也會在我們的明天 即將送出的 黃金會員週報當中出現 只要加入88168 VIP 你就可以直接免費索取 好 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加權指數的走勢 這個是美國科技指數 納斯達克 好 那我這邊有做一些說明 科技類股基本上跟蘋果 也是有相關性 那前低是在6月份的時候出現 不同於台股 台股是7月份出現 那經過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這個前低沒有跌破 那上升趨勢線也稍微守住 如果說你要就形態學來看的話 一個類似像這個所謂大WD的這個 結構成型 當然如果後續能夠持續的往上做攻擊的話 如果 當然對於這個WD的這個形態就更加明顯 好 那我認為蘋果的新機效應 對這個指數會有正向的作用 就是說 如果蘋果的銷售不錯的話 對這個科技類股的指數 會有振奮的效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今天是收在14549 14549也守住了9月份的低點14397 當然今天稍微小幅度開高 就知道這個低點守住 我之前在節目上也講過 這個低點是強弱的差別 如果守得住的話代表未來指數 未來大盤是有機會表現 當然整個趨勢來講 不能跌破13928 今天的這個所謂守住指數的最大工程 就是我們的台積電 台積電 今天出現一個反轉補空缺的格局 那算是相對的比較強 可其間量沒有再擴大 那就扣底的角度來講 大概下禮拜開始扣底扣到低檔 扣到低檔之後 目前扣底的位置是在6月28號這一天 再過幾天的時間都扣低了 扣低之後 對整個季線的仰角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講到這邊我想大部分的投資人 還在擔心連準會升息的結果 所以這幾天的量是少的 那在量說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個地方會是很好進場的時候 當然你可能會認為說 是不是連準會升息之前需要做這件事情 我今天在連線的時候 在財經台連線的時候 其實對方的主持人也在問我這件事情 這個是很多投資人想知道的 第一件事情 升三馬目前的機率是80% 這目前市場的看法 當然也有人看升四馬 這個議題也講很久 如果真的升三馬我認為是利空出去 因為我們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對於升息這件事情 股市已經是提前反應了 早從年初到現在 其實已經開始在反應這件事情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我們就要去思考 從10月份開始 11 12 這三個月當中 是不是年底的消費忘記 因為不管再怎麼不好 年底的節總是要過 11長假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年底的 不管是感恩節或者是聖誕節 乃至於心力的過年跟農業的過年 這一連串的假期 就剛好就是傳統的消費忘記 所以這一個部分來講 台股經過超過半年 三季的九個月的整個修正 我想接下來我們可以稍微期待 熱觀一點 這也是我為什麼選在明天 把這樣的週報送給大家 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行情總是在你絕望的時候 誕生 記住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 特別 特別 特別來跟大家講一下 3046建基的基本面 這個是昨天的影片 如果你是第一天看我影片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幫我按個讚 Youtube的朋友幫我按個讚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ID 在我的節目下方這裡 88168BIP 或者是掃QR Code都可以 為什麼要加入我 第一件事情如果說 你有持股上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來問我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講 昨天我們有新進會員調整股票 那你看到 劍基今天漲上來 這個轉換是不是非常重要 這個轉換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昨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講得很明確 拜登9億美元的政策 宏基的子公司打入 美國充電樁的大廠 沒差 當然昨天突破 昨天突破 那今天我們看一下 3046的表現 今天呢 代量創新高 代量創新高 那找盤的時候 稍微洗了一下盤 洗了一下盤 最低是38.75 最低是38.75 結果就一路往上衝 後來洗下來之後 待會盤再往上收 我們先來看 就 劍基的這個技術現行來講 前高是535 前高是535 那這次的量人呢 我認為相對是比較大的 相對是比較大的 我們從量人的指標來看 今天的成交的 周轉率相當的高 相當的高 但是呢 今天已經突破整個橫台整理的區間 其實昨天已經稍微要準突破了 今天就一口氣突破 量人也沒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股票 這麼的強勢 就我昨天跟大家講 第一個它一定是有集團性色彩 因為其實我覺得 比如說我昨天講了三檔股票 那因為礙於法規的限制 我每次一定要講三檔 我不能只講一檔 那個股的題材不同 就在於我怎麼去選這些股票 所以你看到我昨天的節目當中 我只有講劍基 但是我的標題是三支股票 夜搶 劍基跟滑琴 這個是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對於產業的了解是什麼 很多人看到線型就衝進去 我相信有些投資人也是這樣 很多老師看到線型就跟你講 這是股票 怎樣怎樣 但是它後面的那一塊基本面 它後面的那一塊基本面 你不覺得非常重要嗎 你不覺得非常重要嗎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 8月到9月中旬 我們上禮拜把生技股的 一些績效列出來 包括北極星 北極星的題材是什麼 北極星的題材是什麼 為什麼它可以走這麼遠 保齡父親的題材又是什麼 合一的題材又是什麼 這些都是個股背後的基本面 所以你看到我在電視上 直接跟你講 直接跟你說的時候 我是能夠跟你講 它背後的那個因素是什麼 這個叫做資訊走在前端 如果說你找的個股 是屬於技術面突破 技術面突破 常常都是一根藏紅皺洗下來 常常就是走不遠之後 然後直接就破底 因為你單單只看技術線型 你不知道到底背後的題材有多大 比如說一樣是散熱 你能夠打入所謂的伺服器中心 甚至你能夠打入國際大廠 像Amazon 像AMD 或者是Meta 你可以打入這些美系的這些大廠 或者是Alphabet Google的母公司 打入這些大廠的關鍵的一個指標性意義是什麼 就是它有技術 它有產能 甚至它有很高的競爭門檻 我們常在做這個所謂 商業策略模擬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所謂的技術門檻 因為當你有個東西之後 你覺得世界上可能沒有人跟你一樣 或者是少數的廠商跟你一樣 你這個技術出來之後 你勢必要直接要做銷售 你要把產品賣出去 你賣出去的過程當中 同時會給你的競爭對手知道你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必須申請專利 你必須申請專利 必須設定一個門檻 如果專利沒辦法設定的話 那可能會有進入的門檻 比如說石化業 它有所謂資本額的限制 比如說半導體業 它有資本額的限制 不是說限制你不能進去 而是說大到你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進出的 或者是像金融產業 它是特許行業 這些都是你怎麼樣 跟你的競爭對手做區隔 所以在選股的邏輯上 這一點就非常的重要 各位你要注意聽 你要注意聽 不是每次看技術現行買股票 就會大賺 我說過了 真正能夠走一波的 一定是有它背後的題材 背後的故事 這個就是它本身 基本面所驅使的成長動能 所以我在這一次的黃金會員標股周報當中 我選了一些產業去 我要把它的競爭力來跟你講 我要把它的個股的狀況來跟你說 而不是單單的看技術現行 看財報 看賺多少錢 因為我跟大家講財報是落後指標 你相信我 很多 包括今年 今年從五月份 六月份以後 開始修正的時候 特別是六月份修正的時候 你看那些跌兩三成的股票 有大部分的股票 六月份營收穿高 七月份營收穿高 八月份甚至還不錯 但是它股價已經先跌兩三成 在那邊等你了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 股價永遠是先行指標 當我們去看所謂的財報的效應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的是一個穩定的產業 像半導體業 這個就是整個選股的架構跟邏輯 不然你看昨天 整個 所有的人都在講股票 為什麼有人就直接可以跟你講 你可以講我講強勢股 但是我跟你講基本面 包括今天劍基 一根大漲長紅 量人比昨天都創高 不管是技術面形態面來講 都完全沒有問題 都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今天會在 節目上跟你講的股票 一定有我的原因 那我的會員操作是怎麼做 來我們看一下 這一張圖是我們 索馬營會員的 的影片 9月16號 9月16號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反轉 多方格局 多方K 反轉的格局 來 越過大量區 這個是我 我會用我的選股的軟體來跟我的會員去做說明 那整個形態 不是說今天 漲到天上去了 叫你去買 我們再看下一檔 一樣有拉鏡給大家看 看不太清楚沒關係 來9月19號 寶瑞 是不是一樣一根帶量長紅 這一段的走法跟很多股票不一樣 很多股票它橫整的時候 幾乎是區間 幾乎是區間 昨天是突破所謂的區間震盪的格局 就從這個黑K的高點 跟這一根下影線的低點 形成一個區間震盪整理格局 而且它昨天突破是帶量 量人突破 多方缺口沒有補 所以代表它後面一定有題材 這個就是8093的堡壘 那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安控系統在最近這麼強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歐美它認為中國的安控系統 會有一些東西藏在裡面 它可能沒跟你講 但是他們就選擇什麼 選擇可能台廠的部分 比如說如果今天 原本美國或歐洲這邊的廠商 選擇去跟中國要下單 那因為這個政策跟法規的問題 或者是國際共識的問題 他選擇台廠 各位台灣技術非常好 台灣的技術真的非常好 我們台積電可以獨步全球 所以你認為我們台廠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這個就是什麼 你選股的產業的思維 就在你商業模擬策略當中 你怎麼知道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能夠有營收進來 你怎麼知道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這個政策受惠 你可以拿到營收 就好像剛剛我講的 建計是一樣的 拜登9億元的政策 能不能直接受惠很重要 你不要說現在才開始 去美國找客人 來不及了 所有的供應鏈 都是長期配合的 等到時間一到 水到渠成 個股就有機會表現 這就是我昨天 直接跟你講 直接跟你說 我今天可以驗證給你看 而我這些 所有的這些 所謂選股的架構跟邏輯 都會在我們的 會員的這個所謂的 標股周報裡面 這一檔 明天會送給大家 你現在馬上輸入 88168 VIP 不要再錯過了 你已經錯過 易德 北極新加登 N31跟核一 昨天跟你講的建金 你也錯過了 這個黃金標股的會員周報 你一定要來拿 馬上輸入88168 VIP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再一次提醒大家 黃金標股會員周報 免費4月 加入88168 VIP 限時1月登記 加1就可以了 你錯過易德 北極新加登 等等這些個股 你可能昨天也錯過建基了 沒關係 這一個 LINE一定要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 這些東西 我們會在明天 統一送給大家 好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題材 這個是在國外的推特 我們看到的一些資料 重點是這個圖 這個都是折疊式手機 折疊式手機 蘋果對這個折疊式手機 這個是他們想的 並不是真實出來的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這手機其實還滿漂亮的 包括它這個圓弧角 可能是沿用這個 蘋果現在的這個樣式 如果說更保的話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會引起風潮 為什麼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品牌 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品牌的重要性 為什麼品牌這麼重要 比如說 最近這幾年的趨勢是這樣 很多包括三星 包括入場的品牌手機 他們都會有一些新的創意出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往往等到 蘋果真的把這些function 把這些功能 或是把這些特色 加進來之後 蘋果開始大賣 然後才會塑造 引引出一個新的風潮出來 這個就是品牌的認知度 我有時候 因為我每天搭捷運上班 我有時候在捷運上看 大部分的女生 很喜歡拿蘋果的手機 男生不一定 男生不一定 有時候實用性 它是一個品牌的概念 對很多人來講 如果說你不是真的非常需要 它裡面這麼多功能的人 你不會去比較到手機 比如說有些人喜歡拍照 拍照像比如說我在臉書上看到 有些人可能會用不同手機去拍照 甚至開班授課 那一講到可能跟蘋果的相機有關的時候 它的評價可能並不是說它是最好的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並不是需要這麼多function 這麼多功能的朋友 他們反而會選擇以品牌導向為主 所以品牌的導向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某種程度來講 也代表是可能這個族群當中 這個產品別當中 最讓人家覺得它就是一個什麼 指標性的品牌 所以蘋果在推新機的時候 像我們知道韓廠其實 韓國的手機也有折疊式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大部分的人並不會想要去買 反而是想等到這個什麼 真的蘋果推了 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相信他們對整個手機的要求 或者是蘋果的管控這些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材 今年不會出來 它這支手機今年不會出來 但是我認為開始一些供應鏈 慢慢就會發酵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今年的大概是第二季末 第三季初的時候 大家看到元宇宙的題材在發揮 那個時候大家想到宏達電 想到威盛 想到劍達 當然打入蘋果供應鏈的 就是郁金光跟陽明光 所以前陣子大家都一直在講陽明光 對不對 陽明光是做什麼的 微投影 鏡頭等等這些 它可能在蘋果的ARMR的 這個所謂題材上 它是有機會表現的 因為打入它的供應鏈 但請問它產品出來了沒有 沒有 還沒有出來 蘋果還沒有ARMR出來 好 但是股價已經怎樣 先行表態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第二個題材是什麼 第二個題材我覺得最特別 我昨天在新聞上看到一個非常讓我覺得 不錯的一個概念 這一個是無人機 各位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做的這個無人機 我們是製造商 好 那它賣給這個所謂的波蘭 然後轉交給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沒想到這個無人機 反殺這個俄羅斯的這個 S風暴反裝甲飛炭車 各位一台反裝甲飛炭車 那個不是什麼幾萬塊 就幾百萬就買得到的 動輒百萬千萬的 這種所謂軍用的這個武器 而且還是飛炭車 它竟然被一支無人機就打下來了 各位划不划算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其實很多 很多很厲害的公司 那有沒有相關個股 一定有相關個股 包括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這個所謂的瓶蓋股的題材 也不見得是你過去新聞上找到的 我所謂的資訊在前端這件事情 它不見得是你現在 比如說我去打這個題材 馬上就出來那些股票當中 不會是 一定是你沒聽過的 或者是整理很久的股票 那當它開始表態上去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原來是這個題材 比如說你看到陽明光 漲上去的時候 原來它打入了這個蘋果的這個 AR跟NR的這個所謂的題材裡面 這種很夯的這個題材裡面 可是你回頭去看它 漲一個波段上去的 都漲四五成了 你可能也不會買 所以怎麼樣掌握題材 怎麼樣讓你的資訊走在前端 來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的黃金標股週報 會員週報免費4月 只要加入88168 比我覺得這一次的點非常的好 因為量說整理 可能大家覺得就是一個 非常利空的利空的時候 行情永遠在絕望的時候誕生 把握機會趕快來拿 我們明天同時再見 我們明天同時再見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